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搭乘张曼娟的幸福号列车 列车长张曼娟和您一同分享幸福的时刻 您所搭乘的是第一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希望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都能够记得爱 都能够记得每一个瞬间的美好 我们现在听到这是成龙和苏惠伦所演唱的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 我祈祷明天 每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地实现 我是如此平凡 却又如此幸运 我要说声谢谢你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 看时光飞逝 我回首从前 曾经是莽撞少年 曾经独日如年 我是如此平凡 却又如此幸运 我要说声谢谢你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让我将生命中最善良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寥寥的歌声来陪伴你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 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 建议会对你在每一天 上个礼拜呢 我到香港去演讲 也是礼拜五的时间 那时候跟我一起对谈的 担任主持的 也是香港的 一位本地的女作家 她的名字叫做陈小蕾 可能陈小蕾这个人呢 在台湾某些比较关心 饮食议题的朋友们 也对她会有印象的 我当初认识她的时候 是我在香港 担任光华新文化中心主任的时候 那是2011年 我第一次见到她 当时她是以一个记者的身份 来对我进行采访 而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 发觉我们有一个共通的好朋友 但那个好朋友呢 已经过世了 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好朋友的时候 谈到彼此的时候 就会突然觉得 哇好像格外亲切 我记得不久之后呢 她就推出了一本书 谈到的就是 圣食这样的一个题材哦 因为大家都知道 香港有很多的米其林餐厅 那香港人呢 也不惜花费巨资 甚至于有一些外地的观光客 去到香港的时候 也总是想着 要找好吃的东西 所以以前呢 我们台湾曾经看过 一个香港的 推广旅游的广告 里面呢 喊出的口号就是 买东西吃东西 买东西吃东西 所以好像对很多的 观光客来讲 去香港吃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行程 但其实 乌小达们注意到 在这个庞大的 饮食的活动之后呢 有丢掉了多少 大家觉得吃不下的 或者是不好吃的 或者是没有用的食材 那于是呢 陈小雷他就出了 这样的一本书 呼吁大家呢 就提醒大家呢 去注意有关于 圣食的这个问题啊 这些剩下来的食物 到底有多少 大家是否有意识到 这些圣食 其实呢 都是人类所制造出来的 一种浪费 或者是罪恶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 来妥善的利用 这些圣食 或者是尽量在 吃东西的时候 不要有剩余的食物呢 那这次我去香港的时候 就发觉 他的关注议题 已经从圣食啊 转而去关注到生死了 那陈小雷呢 在香港推出了 好几本书啊 那我当时要去Google 这些跟死亡有关的书的时候 我打上了陈小雷的名字 就立刻出现了 陈小雷死在香港 吓死我 我想说这是什么一回事 后来发觉原来这本书 他的一系列的书 的名字就叫做 死在香港啊 那后来可能又觉得 这个名字有点太耸动吧 所以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香港好走 那其实在谈的就是 因为香港人据说也是 算是世界属一属二的 长寿人口了 那么香港人这么长寿 但总是要面对死亡 这件事情 其实在死亡之前 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可能是属于医护的问题 到底应该怎么样进行医疗 到底应该怎么样养护 然后到底在什么时间 是应该要走的时间 应该怎么走 走了以后应该怎么处理 等等这些问题 恐怕都是前一代人 不太想谈的 结果没有想到 这一代的人 不但不停地在讨论 并且还出了书 而且还成为 非常重要的议题书 也成为很重要的畅销书啊 所以我见到小莱 的时候就说 哇 几年不见 你就从谈圣史来谈生死了 但圣史也确实是一个 每天都在发生的问题 而为了解决 这样的一个社会议题 你是否甘愿负债500万呢 有一个叫做七喜厨房的地方啊 他们的创办人叫做杨七喜 他就愿意这样做啊 那么应援集会呢 也成为了台湾第一间盛食餐厅 因为他的努力 所以盛食的问题 就越来越被重视了 他的愿望呢 是让台湾成为一个 零盛食的国家 所谓的盛食就是指 每天销不完的食材 有的呢 在产地就因为外观差而被淘汰了 有的呢 在市场因为卖不完而被丢弃 但是本身其实还是可以食用的 那原本呢 七喜厨房卖的 其实是咖喱的料理 有一天羊七喜不愿意 再把它辛苦料理 却没有卖完的咖喱倒掉 这就在脸书上发文 以共享盛食自由定价为号召 要请大家来把这些咖喱吃完 用肚皮做一件对地球好的事 当时是这么想的 结果没想到这篇文章呢 在网络上发酵了 一夜之间被转贴了三百多次 大家就误以为台湾终于有了 第一家的盛食餐厅 后来他决定要让美丽的误会成真 所以七喜厨房就真的转型成为 台湾的第一家盛食餐厅 杨七喜为了不浪费食材 把收集回来的丑蔬果 清洗挑选之后 放在店前工人免费拿去 社区居民呢也习惯了 下午就来挑菜 合作的摊商呢 从原本一两家 现在已经增到了十七八家了 那么有一位摊商 林小姐回忆 她说她很高兴杨七喜来跟她洽谈 因为食材卖不完呢 他们也只能忍痛丢弃 而目前七喜厨房 每天可以从市场 抢救将近六十公斤的丑蔬果 之后呢杨七喜更与知名品牌 高级超市合作 收购他们的格外品 什么叫格外品呢 就是这些产品呢 都是很好的食材 可是不符合厂商的规格 等于是让顾客用低价 吃到了高级食材的料理 开张到现在半年了 杨七喜坦诚 其实到现在都还在亏损中 可是呢她和团队呢 还是忙着研发产品 并且拓展更多的销售管道 即使没有赚钱 但是她还是想要尝试着 把顺时的议题往前推进一大步 其实不一定要有什么人来做这件事 如果以后呢 在超市或者是在传统市场里面 贩卖者他们就有意识的 把长得比较不够好看的 或者是看起来卖相不佳的 跟特别漂亮的分开来贩售 定不同的价格 我相信就可以很有效的 解决圣食的问题 其实说真的 她长得好看不好看 我觉得这可能只有跟那个 拍食谱的摄影师 或者是厨师有关系 就我们一般人 你在吃她的时候 你根本就已经料理过了 这些食材 也不可能知道 她到底长相好不好看 最重要的是她的营养 以及她的新鲜程度 这恐怕才是 我们在进食的时候 应该注意的吧 今天呢 我们要来送的是 五星级明日餐厅电影特营券 这部电影呢 记录了全球前五十 最佳餐厅的明星主厨 马西莫伯图拉 她开设了一个明日餐厅 与65位以上的世界知名主厨 搜集了未食用食材 秉持着再利用的原则 将剩余的食物 变成了米其林的餐点 回馈给当地的低收入户 也希望让大家重视 食物浪费的全球化议题 放映的时间是在 11月14号的晚上9点半 地点呢 是在成品电影院 我们要送给五位听众朋友 每个人可以得到两张票券 现在呢 我们就来开放call in电话 我们的现场call in电话是 0283693398 0283693398 您现在可以打电话进来 索取五星级明日餐厅的 电影特营券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 是张信哲和于晨庆所演唱的 爱转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 今天呢 幸福号列车第一个小时呢 是听歌听故事的单元 又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 资深乐评人 叶云平老师 今天云平老师 要给我们介绍的这一位呀 哇哦 她可是我们华语流行 女歌手哦 她也可以说 是歌坛的东方不败 她的个子小小的 可是她的声音极具穿透力 是一种听过之后 就很难忘怀的感觉 是的 她就是阿芳张清芳 哈喽云平老师你好 老白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她真的个子小小的 她的声音超有能量 呃对 她的声音是那种 当然每个人都知道 张清芳非常会唱 嗯 然后也知道她的声音就是那种 呃清新明亮然后高昂 但是我觉得她的声音里面 最特别是她这么 她声音真的很高 但是她的这种高完全不会有 让你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 或者是压迫感或者是那种侵略性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嗯 然后这个声音的特质 其实也显现在后来整个 张清芳的所有的呃歌唱事业 或者是呃歌曲作品当中 等一下可以再说一下 好 所以她是在1985年出道的 我记得后来我跟她合作的时候 我们有讲过这件事情说 1985年也是我出版 海水正来的那一年 然后我们就说 真是幸运啊 那个年代什么人都可以出道啊 没有啦开玩笑 那个 很多机会 1985年其实 其实1985年最红的事情 呃流行音乐最红的事情 一个是张清芳 嗯 另外一个大家也都是知道 明天会更好 所以 所以明天 但是明天会更好是一个 集结所有大牌 红牌来唱的歌 没错 他一定要红 这是没有问题 对 但是各位想想看 张清芳是第一张专辑 嗯 他那个走红的程度是跟明天会更好 是并驾齐驱的 所以那时候会这么让人印象深刻 就是这个原因 而且他那时候刚出现的时候 他自己说他就是还穿着学生制服去那个 摄影棚 然后才化妆 他才换衣服 对 讲到这个张清芳出道呢 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可以说 就是他 他出道是 他出道的时候还是 这个中国工商的学生 中国工商专科学校 中国 要中国工商 中国工专 中国工商吧 工商 对 然后他去参加大学城的那个大专 创作表比赛 然后他一战成名的歌就是乐琴 而且他是在 评审是正义 他在正义的前面唱乐琴 然后拿到最佳演唱奖 太厉害了 这个是非常夸张的事情 就等于说你 你今天要去参加一个台语歌曲演唱比赛 然后你唱的歌是Gail 然后你的评审是江慧 天哪 怎么唱得出来 对 而且他 对 就这个 这个可见他的歌唱时期在19岁那时候已经显现出来 所以他还穿着学生制服的时候 对 就已经被音乐圈或者制作人发掘 然后重视 也是因为他这样子的歌声 而且很特别的是 他让我们印象最深刻在1985年发片的这一首歌曲 竟然叫做激情过后 因为你有没有觉得这个 这个这么小的女生让他唱激情过后很特别吗 对 所以再次强调他只有19岁 他还是 还是一个专科学生 是 对 然后这个激情过后其实你 你 之前过后先提一下这个歌词是 歌词跟歌曲是 钢哲兵 也是当年一个很红的末创作人 然后久仍待到目前演唱 他写这个歌给张金芳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因为他那个激情过后是 他甚至歌词明显有写出来 他激情过后是空虚的 对 是一个状态 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所谓成年人的一个心情 但是我觉得正是张金芳这样子一个轻量的歌声 让这样的歌词 你容易去 我们说想歪吗 或遐想 或你有一些 所谓比较限制级的画面 都被稀释掉 而且被 纯情化了 纯情化或纯净化掉了 真的耶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 也很成功的一个 我们想都想不到的特例 对 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个原本不纯情 却被阿芳唱得很纯情的激情过后 是 是谁阔望里 站住我的心 不让我有一次的空隙 天天相见 却无时不思念 夜夜 想你却留下 不记得你 是你再度回到我的身边 我乱我原有的瓶颈 不得不说出我的思绪 结局 结局 依旧是分离 在激情过后 我分析我自己 即使不敢告诉你 依然爱你 在激情过后 我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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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一分离 只是为了让你回忆 这么多年过去 听到这个歌声 还是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对 而且其实各位听张青芳的那种高亢的嗓音 他除了高亢明亮之外 他的鼻音是非常特殊的 他有那种鼻音的那种有点腻的转的 那种感觉 在接下来歌 大家会更可以听得到 他随着张青芳的年纪跟歌艺越来越成熟 他的高亢的嗓音 会用那个鼻音 温柔或温逆的鼻音来相互的协调 这样他的整个唱腔会更层次更丰富 而不是 其实我们现在听很多 或看很多中国选秀节目的那种 他就是飙高音 飙高音一直往上飙 那你其实听久会有压迫感跟不舒服 或者是他的套路就很单一 但是张青芳他就是有这个 我不知道是特殊的天赋 还是歌唱老师教他的 他很会运用鼻音这件事情 那也是在这一年 也是在这张专辑里面 出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声音 刚好跟张青芳做了一个很奇妙的 一种和谐的对比感 那就是范怡文 那他们两个人合唱了这一首叫 这些日子以来 对 我说真的 我第一次在计程上听到的时候 我吓一跳 哇有这样的女同志歌耶 哇原来那时候 那时候真的吓一跳说 哇原来已经可以出这样的女同志 不是耶原来是第三者的 对不对 对 范怡老师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那个年头 这个80年代这个年头 当然男女对唱是很风行的事情 但是女女对唱 是我记忆中 应该是第一个吧 或者说第一个这么红的 令人印象最深刻 对 所以 因为男女对唱都是在表达彼此的情谊 所以女女对唱 大家一听到的时候 我们两个老师会 误会对不对 对 误会这个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 没错 对 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吧 这就是张清欢跟范怡文所演唱的 《这些日子以来》 从你心中我才明白 这些日子以来 在你心中已经有了另一个女孩 我知道爱情不能勉强 但是我还是无法释怀 认识你只不过是最近的事情 感觉像却好像是早已和你熟悉 可是我不断想起你 一定另一段感情 我是不是该离开你 我不想介入别人故事 我是不是该离开你 我不想和别人分享你 请你告诉我 我问我自己 我是不是该离开你 我不想介入别人故事 我是不是该离开你 你所搭乘的第一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们邀请到的是自身乐评人 叶云平云平老师 今天要一起来 让大家重温的这个美好年代 这一位女歌手 她就是乐坛的东方不败张清芳 我们来听听 这是在1986年张清芳的第二张专辑 《我还年轻》 想跳动我的心 我还年轻 陌生的感情 那最好不要太接近 在噩梦中 不停地追逐 在沉睡中惊喜 那黑暗中 煽动的星光 像窥探的眼睛 我还年轻 心情还不定 不停地接受你的情 只好告诉你 我早已经 给了别人我的心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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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我早已经给了别人我的心 云平从你跟我们讲了说张金芳有在运用他的鼻音之后 我现在真的听到他的鼻音 以前完全没有听到 就觉得真的他运用的非常好 对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鼻音 他去帮助他这个高音更有丰富的层次跟变化 而且让我们听得更舒服 就是你听的时候 你并不会那么意识到他在唱很高的音 的那样子的感觉 你不会是第一时间注意他那个高音 也是觉得这个歌很好听 我觉得都是因为这个 他的鼻音运用鼻腔运用实在是非常厉害 是而且我们看到资料他们有显示说 他在1985年10月的时候出版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就是我们刚介绍的 就以30万张的销售量荣登概念最畅销专辑 所以我才说为什么1985年那一年最红的 尤其因为最红的两件事 一个就是明天会更好 一个就是张青芳的激情过后 其实是蛮励志的啦 就是那一年很励志 因为当时人就觉得说 阿芳并不是属于那种美艳或者性感 或者是什么那种小公主那种型的 所以就说他是实力派的歌手 对所以这个我正要讲这一点 因为我觉得张青芳 比如那时候为什么能够这么红 我觉得除了他的第一个 他的歌声实在是没有话讲以外 我觉得张青芳还有这个操作张青芳的这个点 这样唱片了 他抓到了一个所谓的很清明的中间的 中性部分的这样一个特质 我这样说的意思是 当年80年代有两大唱片公司 飞碟跟滚石 对 我们其实之前都讲到过 那滚石当然就是比较那种 他的这个思考潮流是放在比较前面的 比较时尚 或是有点创作性的实验性的东西 那飞碟就是操作包装偶像 玉女 对 但是张青芳他其实是在这两者之间的 第一个他的可能外形 可能不是那种玉女偶像型的 但他也并不是那种 哇充满实验精神的创作歌手 所以我觉得张青芳会受到欢迎 给我们的感觉是 他真的是像 可能长辈会觉得他像自己的女儿出来唱 年轻人会觉得他就是邻居的姐姐出来唱 而且他唱得这么好听 就他他给我们一种很亲近的 他就是我们旁边的家人 他没有那种明星或者是艺术家 没有隔阂感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张青芳很重要 他可以成功的一个 他身这个人身上特有的质地 对所以然后唱片公司抓住了这一点 然后再去更大的操作跟包装 我觉得才造就这样的一个很厉害的 算是有点奇迹式的这个 对你看像我们刚才前面一段听到 那个这些日子以来的另外一位合唱的女歌手 范依文 她后来在唱片的发展上就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醒目 她后来走服装设计我记得 对她后来变成一个 她也是因为这些日子以来红了之后呢 她也在点像唱片发了专辑 有国语的也有英文的 但是有趣的是她的这个 呃呃所谓的音乐生涯 有点像她的歌录跟声音一样 她就是比较低沉的低调 然后呃内敛的 有点冷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也就像是这些日子以来那个 这两个女生的个性是截然不同的 一个是有点有点热情 嘹亮外放的 一个就是比较呃低调内敛 嗯 所以这个这个真的就是跟 一个歌手会不会哄 除了周边那些外部因素之外 跟歌手本身的个性 还有歌录的特质都很大的关系 对可是听到现在 我们一直这样的聊这些女性歌手 我突然发觉是不是在我们台湾的 华语歌坛啊 走比较嘹亮歌声的女歌手 一般来讲会比走比较低沉 比较内敛的女歌手的那个 红的程度是不是会比较 几率更大 然后红的更更那个是不是啊 应该这么说可能亚洲人吧 亚洲人尤其是我们就是台湾这种 位于就是亚热带的 因为我觉得跟 有一点跟气候环境都有关系 就是一个热带的亚洲气候 所以你其实会喜欢那种比较热情 奔放 嘹亮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然后甜美 甜美非常重要 甜美温柔这样子 然后符合亚洲人的这样子一个民族性 所以那种冷酷的 这个低沉的 能够能够红是更加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有几个我们之前讲过 比如说像林良乐啊 像蔡琴啊 像潘岳云啊 他们能够逆势操作 这个他们天生比较不是属于我们 刻板印象中会喜欢的 那他们能够操作成功 这就是更难得的 更厉害 对 OK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讲到这个1989年 1989年的时候 张庆芳还是持续发行他的 那时候也一定是张张都是创销了 对不对 对所以之所以要挑这个 你喜欢我的歌吗 是这是1989年的张庆芳的第五张专辑了 每一张都畅销 然后几乎已经在这个80年代末尾 已经张庆芳已经要 快要到达一个巅峰天后的位置了 短短的四五年 前面就是激情过后啊 说我还年轻那种特别高亢嘹亮的那种声音 但是你喜欢我的歌吗 这个已经是一种 从这个歌名跟待会大家听这个歌的感觉 已经是有一点点那种高位者 开始在有点点自省 他在有一点点 他会回过头来 是跟听众跟观众做一些些自省式的互动了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才四年而已 从一个初出道新人 已经到一个所谓的那种好像是已经成熟的天后 要来要来开始回看自己的歌唱生涯 来来反省自己的这整个这个娱乐事业的巅峰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 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 可能包括他自己包括唱片公司的操作 我都觉得是非常大胆而且成熟的举动 就你才不够出道四年 对 然后你就开始 你还不到25岁呢 对你还不到25岁 但是你其实已经开始在在想 自己唱歌是怎么回事 我跟听众之间的关系跟互动又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你喜欢我的歌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除了歌本身很好听之外 它后面代表的含义很重要 而且这一首歌的创作者是晓琳老师 对不对 是晓琳老师 你喜欢我的歌吗 是我记得是那个 已经是姚千了 哦是姚千 对姚千了 这个是 这首歌有点代表张金芳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就是姚千开始进来操作张金芳 那是把它再再upgrade 再升级的 姚千老师那时候已经非常非常有名 对 对那他然后这个这个你喜欢我的歌吗 就是姚千跟陈阳 姚千老师的词 陈阳老师的曲开始来合作 所以整整个的感觉又会更不一样 嗯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 这是在1989年的时候张青放送演唱 你喜欢我的歌吗 在生活中 写过的事情 是谁也说不定 你捕捉我 有一滴眼神 想跳动我的心 我还年轻 陈阳老师的感情 陈阳老师的感情 只好告诉你 我早已经给了别人我的心 你知道我最近比较忙 所以常常有些事情呢 做过会再做 然后我刚才听这首歌 所以我就想说 这首歌我好像觉得刚才听过了 原来没有啊 原来还是听过了 陈阳老师 哎呀 今天我们的机器 好像发生了一点问题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歌太好听 所以他其实在想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repeat一下 对 所以这其实我们刚刚已经听过 那个我还年轻 对对对 其实再听一次 毫无违和感 真的 还是很好听 毫无违和感 好好听 还是很好听 对不对 好我们现在机器恢复了吗 他恢复健康了 我们现在就来听 这一次真的要听了 你喜欢我的歌吗 你喜欢我的歌吗 这里的歌 有没有你的心情 心情上这次花了许多许多期待 在某一点与某人相同 哦你在等待什么 你还是那么爱叹气 气象报告 说明天天气会不错 给我电话 其实我们早该出去走走 你喜欢我的歌吗 你喜欢我的歌吗 我想你一定看不出来 有什么我也有点 有点懒惰 你喜欢我的歌吗 你喜欢我的歌吗 当然大部分的心情 今天呢 我们的幸福号列车 又来到了听歌听故事 单元邀请到的是 我们的好朋友 资深乐评人 叶云平老师 那云平老师呢 接下来要带领我们一块 来听听这首是张青芳在1991年的时候 所发行的一首歌叫做 加州阳光 真的是充满了加州的阳光气味 过去使我太少 爱你爱太苦 时空方向 开了佛尼亚的阳光 赶快吃了我的忧伤 好让我更坚强 不用三乎遗憾的过往 来日到你 我再度相逢 你会发现我 已经变得不一样 是否生命中不再有你 心中跳满的 明明老师 我必须要坦诚 在听到这首歌的那个阶段 我其实有一点 有一点意志消沉 或者是有一点进入低潮 你知道 女人都快到30岁都会这样 我每天早晨呢 就把我的音响开得很大声 然后就播放这个加州阳光 然后开始换衣服梳洗 然后我发觉 我坐着坐着就开始跟着他的歌 开始哼唱起来 然后就觉得好像心里的那一点阴霾 就被阳光给驱散了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讲 真的是一首疗愈之歌 我们来聊聊这个1991年的加州阳光 和那时候张静芳 我相信这首歌不只是对曼杰老师有疗愈 这真的是疗愈了那时候 台湾大部分的流行音乐的听众 那我其实也相信 这首歌同时也有疗愈到张静芳自己 因为其实加州阳光这张专辑 对于张静芳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 音乐生涯的分水岭 就是也刚好是1991年 等于是告别他的这个80年代的时期 他整个人从内到外 至少从音乐上听来 是完全焕然一新的状态 我们第一个听他的 这首歌里面的那个唱腔 我们一直在强调他的高音 跟那个鼻音的运用 对 这首加州阳光 呃 他整个唱腔放得更松 各位听到他不再一直强调 他的那个高音有多厉害 他唱腔是往里面收的 但是他就是他高音是很轻松的 很自然的唱出来 他不会那么的用力跟紧绷 也符合了加州那种阳光下面慵懒的那样 那样子一个感受 这是第一个他很成熟的地方 然后他也懂得怎么样 唱歌是开始有点像说话这样子 就是开始有点在在说 其实你喜欢我的歌吗 上一首已经开始表现出来这样子的感觉 但是到进入九年代 他整个开始收放是非常自如 而且轻松的 嗯 Dag在音乐上呃 点亮唱片拉高了整张唱片的制作规格 他让张青芳到加州去录音 然后整张专辑的这个编曲呢 也是请这个美国的编曲人跟乐手来做 所以整个曲风呈现出来 有一点点那种pop rock 或者是country rock那种 很轻松的很很自在的的感觉 跟传统的呃当时台湾流行音乐的编曲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加上这个一样是由姚谦作词 哇 然后郑华娟作曲 哦 对 所以整个是从内而外 呃 张青芳整个人焕然一行 然后有点点宣告他要开始迈入他 不管是人生或者说流行音乐呃 生涯这件事情的下一个更好的阶段 嗯 那种 有有有那种我整装要重新出发了 要要要要去追求一个更好的未来的那样子的一个 我相信这样子的歌的感觉 疗愈了张青芳自己都也同事了疗愈了我们 所以想必他这张唱片又创下了一个更好的销售量是不是 对 那个销售量我已经不知道已经飙到哪里去了 嗯 对 所以我觉得这 这个很不容易啊 对 你已经出到 这个已经是我们 你喜欢我的歌吗 是第五张专辑 加州王冠应该是第七第八了 嗯 就他第一个他得背负每一张唱片他一定要畅销一定要畅销 对 然后一定要再怎么样更成功 嗯 我相信这个对他自己跟 而这时候他也不过就二十五岁了 真的 哈哈哈哈 真的辛苦了阿芳 对 对 哈哈 好 再来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我觉得真的很特别 嗯 他是在一九八八年的时候发行的 对 呃 这首歌的歌名叫《补破网》 但是云萍说 其实那首阿芳就发了两张 对 翻唱这种比较 应该算是老歌了 对 台语老歌 台语老歌 嗯 我们我们就是等于今天的最后 加州王冠 我们回回回过头来听一下 呃 张青芳在八八年 那时候 我不晓得这个是 可能也是唱片公司很大胆的一个设定跟企划 他们他们让张青芳去翻唱这些 经典的台语老歌 像《补破网》啊 《奇花兽》啊 《望你找归》啊 嗯 这种 这种以前我们不会想到会是有一个国语歌很成功的人去 去唱台语的老歌 对 其实那个时候八年代末期已经开始有一点点这种 呃 不管是本土意识的兴起还是怎么样 已经有一些国语的歌手开始去唱台语歌 像潘岳云的《勤之这条路》嗯 我们以前介绍过的 同样是在1988年 但是他那个是全新创作 他是全新创作 所以我才说 呃唱片公司让张青芳去翻唱 那时候是不是叫口水歌啊 呃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因为你的这个口水歌不是说三四年前 或者是十年前 很久三四十年前 但是三四十年前 真的 四五十年前的经典歌 是 那以前只有就是专门唱台语歌的人 嗯 才会去唱这样子的呃歌 呃 所以呃 我觉得第一个这个这件事很大胆 但是我们从结果论 结果听起来 这件这个实验仍然是非常的成功 张青芳一样 台语歌本来就有一个很重要的 台语唱腔本来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转音嗯 跟鼻音 这本来就是张青芳的想象 对所以他把这件事情应用在 在这个台语歌上面 那一样可以表达出那种缠绵翡彻的感受 嗯 所以这个是很有很有趣 也很成功的实验 对 所以我们就来听听那个时候 也也不过才二十岁刚出头的阿芳 是 怎么去诠释这些三四十年前的经典歌曲 这样子不过尹云平 嗯 你才讲到一九九一年 对 才讲完八零年 阿芳还没有登基 还讲到二十五岁而已 是不是 他还没有登基成为东方不败 对 这样子下个月再来讲一次 是是是是 当然一定要的 一定要 谢谢 好 我先一起来听的这首是 阿芳在1988年所演唱的台语歌曲 《捕破网》 感谢你搭乘第一个小时的幸福好列车 休息一下 我们一会儿见 我们一会儿见 这首演唱的歌曲 心愿无忧愿 為無聊前都攏伯伯 這就是無伯伯 祇舟枚 頭w 混蛋 十三軍設施 一定你早不早 若無來逃逢望 可不你情夢天到 替忘情 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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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